下一个内脏 肾脏 肾 就是腰的 手 这怎么锻炼 这个肾啊 那个分为两种解释 我跟大家先大体那个解释一下 就中医的这个肾和西医的肾 它不是一个概念 中医的肾呢 是包括肾 生殖系统 免疫系统 代谢系统的一个 整体的功能性的一个组合 所以说呢 这个肾脏要是不好的话 用中医的眼状看来 这人啊 就好像银行里边没有存款一样 它就虚 肾虚的第一个表现呢 就是这个人啊 无精打采 没有精气神 容易健忘 你跟他交谈呢 感觉这人反应特别迟钝 这是肾虚的第一个表现 表现在脑力方面不足 第二个表现呢 是腰膝酸软 很典型的一个表现 就是这人这么做 坚持不住 他必须在这儿 这腰挺不直 他总是歪着 总是歪着 这腰挺不直 这说明腰劲不动 就是腰膝 第二的是膝关节不行 就是上楼下楼啊 酸 发沉 稍微多走一点路呢 就两腿就好像惯了签 似的 走不动 我也有点这样的 这叫腰膝酸软 第二个表现呢 就是下肢发凉 下肢没劲 是是是 是的 真的 是有点 下肢发凉呢 说明什么呢 肾阳虚 阳气不足 我们经常说了 肾为先天之本 一个人肾气要是虚的话呢 说明他的生命力呢 就不旺盛了 有一句话叫做 人老腿先老 你看年轻人 你看小孩 尤其小朋友 他走路的时候 他从来不正常的走 他都是一边跑一边跳 踢着实 对吧 然后人到了老年的时候 就开始颤颤巍巍了 主的拐杖了 对了 就说明什么 腿老了 人老的第一个表现 就是腿老 而腿老呢 恰恰就是肾虚的表现 第三个表现呢 就是表现在生殖系统上 像男子的阳尾早蟹 女子的宫冷 子宫寒 很多女孩呢 一来立驾就很疼 弄上热水袋呢 午上呢 就会舒服一些 一来立驾呢 就是腰还有肚子呀 还有手脚就发冷 然后立驾里面 还有很多血块 这都是公寒 容易那个不孕不育 容易容易冻精 这难受的 阳尾早蟹是必然要来的 肾虚的人呢 有很多 可能三四十岁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也是 三四十岁 对 三四十岁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在临床上也挺多见 这些人身体太虚了 身体太虚 可能和现在这个 工作压力有关 第一个是工作压力 第二个是熬夜 因为熬夜 用中医眼光 它来夜晚正好是收藏 肾虚的时候 它熬了夜之后 此时觉 对 此时觉它没睡 它把这个能量呢 全都给散了 散了之后肾就虚了 这是肾虚的第三的表现 第四的表现是什么呢 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 大汗淋漓 虚 就是虚 这种情况呢 也是肾虚不足的一种表现 同时呢 大汗淋漓的同时 我们都知道 身体排泄水液的方式 有一种有两种 一种是出汗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排尿 肾虚的人的一个 很典型的表现 就是排尿特别皮 比如说我们坐一起开会 一会儿就走了 然后上厕所回来了 多了一会儿 它一拉门又走了 这就是你小便皮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企业 企业特别多 一晚上最多的 我遇到着一个患者 企业八次 平均半小时一次 那就别睡觉了 这样的话就没法睡了 这是肾气那个 亏虚的第五的表现 这要是都满足 这以上的这些表现 说明这人肾气不足 我们就得通过 一定的锻炼身体的方式 给他养肾 我以前曾经 教了一个 那个年轻人啊 他也是这个 肾气不太多 就得前列腺炎 前列腺肥大 就是晚上小便 次数特别多 一把脉呢 尺脉是沉的 脸色也发灰发暗 舌头呢 中间有裂纹 这都是肾气不足的表现 然后我就教他 那个配合吃 养生的这食疗的方法 同时呢 再配合练顾肾功 一天练一百下 每天早晨起来练五十下 睡觉之前练五十下 结果他一星期之后 这个小便就不皮了 就变成两次到三次 太重要了 我跟你说 肾气不光对我们男士 对女士更重要 对对对 咱练着 练着 操练起来 腰里弹起来 两个腿呢 要定时 不行够不着 这老师 心情仰男士 活叹静爽 太重要了 我跟你说 肾气不光对我们男士 对女士更重要 对对对 咱练着 练着 操练起来 练着练着 第一个 一开始呢 这手呢 放在肚臍 两手相合 复在肚臍 放在肚臍 然后呢 不要配合呼吸 这时候不要配合呼吸 要慢慢的往后移动 移到后腰 这个位置 然后呢 随着手往下走 然后身体慢慢往下 那个倾斜 腰里 对白 我这筋的 两个腿呢 要定时 不行 够不着 到了那个脚腕的时候呢 沿着手的内侧 沿着脚腕内侧呢 然后再上来 然后再上来 好 然后再到肚臍 再到肚臍 然后再 难为你了 慢慢的 放到后面 放到后面 给它面积比较大 然后往下 哎哟 我顶多摸的腿肚子 哎呀呀呀呀 就是说练的时候 你尽量摸到哪里 就在哪里 你的腿的内侧呢 再上来 对 运动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慢 一定要慢 不要着急 我出汗了 出汗了 这呼吸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这时候不要配合呼吸 你的呼吸呢 正常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自然跟肾体配合 自然的 我要求我那些肾虚的患者呢 一天练100下 啊 100下呢 30分钟能练完 大概一分钟呢 练三下 这个动作呢 越慢越好 假如说你平时 没有肾虚这种表现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哈 你只是感觉到 有点乏力啊 想补补肾啊 一天练上10下 到15下就行 但是呢 速度要慢 练五分钟就行 这老师 听我们知道 有多少个报道啊 那他什么原理啊 有时候我怎么着 这么一摸 我就练着肾了 这有很多 看不见的战线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这个原理是什么 第一个呢 我们这样 弯腰往下练的时候 锻炼的是什么 锻炼的是腰 对不对 最主要锻炼的是腰 腰是哪里呢 腰为肾之腹 所以说呢 通过往下 那个撑的时候呢 整个腰给它拉开了 我们平时坐的时候 站的时候 腰是拉不开的 永远是堆在一起的 永远是堆在一起 我们通过往下伸展的时候 把腰给它伸展开了 腰这个部位 一旦伸展开的时候 气血运行的就通畅 这时候肾气不足的人呢 这个腰可能会疼 会酸 会酸 这时候呢 那个通过长久的锻炼 这个地方通了之后 肾气就足了 所以说我们锻炼的时候 为什么要慢呢 要慢 慢的过程当中 整个这个腰背 还有这个头 也是往下低的嘛 这整个后背全拉开了 拉开的话呢 整个脊柱全都通畅了 这脊柱是什么呢 用中医眼装看的 这叫督脉 督 认督二脉嘛 我们经常说 打通认督二脉 督脉呢 就是指的 从你的后脑勺儿 一直到尾巴骨啊 这个督脉呢 就是后背的正中性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把整个督脉给拉通了 拉通了之后呢 肾气就足了 这人就精力充沛 腰也不酸 也不疼了 这就是 但是在做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 这个后背啊 会疼啊 会酸啊 然后会有一些憋的感觉啊 慢慢就好了啊 所以我觉得你 这个特别好 用运动 来打开你的 人多二脉 啊 进行实事的